大大的眼镜拿起麦克风 侃侃而谈 新任副格魁 郑文灿33年前 在中正纪念堂前演讲 野百合学运是启蒙他的摇篮 戴着眼镜旁分头 是即将上任文化部长的使者 新内阁中劳动部政策 李俊逸和乔委会委员长徐家青 都出身野百合学运 30多年民主的历程 使得我们在面对人民的处境 面对国际趋势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都有最高的敏锐度 海外的侨胞 现在在这两三年疫情当中 对台湾的认同度非常之高 也让我们在海外的这些国人 觉得更加的有依靠 即将接掌乔委会委员长的徐家青 思考心直发挥 这几年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升高 乔委会结合外交 更有联合作战思维 而新任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同样是当年学运要教 各个都是已经进入政坛多年 各有历练 这年轻化 有许多学运世代的好朋友 以他们的战斗力 能够在苏院长奠定的美好基础上 为台湾战力升级 律师世代交棒 野百合世代进入府院要职 青壮和抽筋 要成为新格的战斗动力 三十许前往前往台北